在這研發的過程 都有相當的成本 那不是說我們隨便一句話說 什麼幾百元都貴 我想這些說法都是 我想 大家聽聽就好 你就是關於高端說每劑840元 但是有醫師表示說 其實高端是處於次蛋白的疫苗 那技術是比mRNA還要低端的 所以其實每劑超過200元都算貴 這部分你怎麼看 謝謝 高端變低端這個事情 這樣子 我想好的疫苗的條件是這樣子 是第一個就是要安全 第二個有效 第三個要容易取得 第四個是可以負擔 我想這些都是很基本的道理 那另外在這個所謂的容易取得 可以負擔這部分 那很多疫苗如果你 你雖然很好 你買不到也沒有用 那如果是太貴 那你可能也負擔不起 基於這兩點 甚至說基於前面這幾點 這個好的疫苗 我們才會想說去發展我們的這個 國產疫苗 那這個發展國產疫苗 它是一個戰略物資 對我們講 國家講是非常重要 發展一個國家發展疫苗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只有很少數的國家可以做到 那 我們 在這研發的過程都有相當的成本 那不是說我們隨便一句話說 什麼幾百元都貴 我想這些說法都是 我想 大家聽聽就好 我們先確診了 本土病例有34242位 那當然是比起上個禮拜的禮拜 禮拜二 39000多例 那是少了大概12.5% 那由這樣子看起來 我們目前的疫情 還是往好的一個方向來發展 那境外移入的部分 在昨天我們先確認了32例 那比起之前幾天的話 那看起來是差不多和少了一點點 那死亡個案的部分 比起前幾天的數目也有降低的一個現象 今天有46例 比起之前的幾天的話 那來的比較少 那當然是我們也希望死亡的病例 能夠往這方面的趨勢持續的發展